有很多事情 因為他年輕 他有很多犯錯的權利跟空間 我們會包容他人 他後面隨著他年齡增長進入社會 他會修正 因為我們都年輕過 學生也許問的問題不一定有很有禮貌 但是你作為總統候選人 你不可以那麼兇 我先講一下美麗島最新的 晚上吳子佳董事長應該會公布 因為第68波 侯友宜在沙喀都裡面 跟賴清德的差距已經到10%以內 10%以內 系卡都的時候 賴清德33 侯友宜24.5 等於是24.9 等於是25 柯文哲16.8 郭台銘6.6 那你這個怎麼看呢 因為賴清德上去的又下來 但是一樣 他就是在35以上 你如果去看數字的時候 你會想有點接近 侯友宜已經到了10% 侯友宜最近因為國民黨的地方團結 重新團結 其實國民黨的團結到 侯友宜的民調 其實是柯文哲幫了很大的忙 當然 柯文哲幫了很大 激怒了藍營 柯文哲激怒了藍營 很多藍軍的朋友 他們因為柯文哲太急 講話太賤 所以在民調的時候就回歸到 侯友宜身上去 所以侯友宜最近確實有在衝高 確實 柯文哲最大的問題也是 續航力不夠 你看到說藍白河這個議題 談到這個現在以後 他就沒有邊際效應 所以柯文哲今天放那個 三個自己的民調 就會有點好笑了 後面就要看了 因為很快會進入到九局 第九局 第九局的時間點 大概就是11月24號 總統開始登記 登記完之後 確定 確定參選人之後 就算是進入到第九局 那時候當然在哪一個大學 問到柯的時候 高雄大學 問到柯的時候 前天 高雄大學的時間 我覺得那個學生某種程度上 問到了柯文哲的痛處 對啦 因為他問的不是只有徐春意一個人 是啦 包括問了我們跟他的樹哥啊 等等的 就是地方派系啦 什麼什麼什麼 有犯罪的啊等等 我覺得那個是把柯文哲有一點激怒了 那個問題大概有一點激怒了 所以大家都在爭議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最後的那一句話 你評論什麼東西啊 說完了 好 那一句話大家先接斷 很反感 對 民眾黨的解讀是說 柯文哲是在嗆國安會 他說在嗆賴清德 賴清德啦 國安會 但是有些人是說 你整場聽下去那個學生的說法 其實那個學生的問題 他是在回答學生 對 他那個又有人是說 那一句話似乎是對著學生講 他是對著學生講啊 他是看著學生講 對 他那一句話 他是看著學生講 他那一句話是衝著學生講 還是衝著 賴清德 國安還是衝著賴清德 面對學生挑戰 其實坦白說一句話 我覺得年輕人面對不管賴清德 侯友宜跟柯文哲 我覺得他們的確是有他們的想法跟敢問問題 這就叫年輕人 但是年輕人的問題裡面 可能他們還在念書的過程當中 可能對政治或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們不論對與錯 年輕人有很多事情 因為他年輕他有很多犯錯的權利跟空間 我們會包容他 他後面隨著他年齡增長進入社會 他會修正 因為我們都年輕過 年輕過不聽父母的話 我當然不聽父母的 對不對 我當然不聽父母 沒有過嘛 所以 對年輕人來說 某種程度上 所有的政治人物 就是這一些投仁大人 基本上 要某種程度上 一種包容 我覺得一種包容 而且有些時候 你要跟他坐下來談道理 或許他不聽 但是那個態度是關鍵 他至少不聽你的答案 但他覺得你態度不錯 他依然有可能接受 是 所以我覺得那一場 不管他跟誰說 但我覺得態度上面 我沒有看過總統候選人是這樣子 態度上面 這麼兇的 我覺得是態度 學生也許問問題不一定很有禮貌 可是你至少 但是你作為總統候選人 你不可以那麼兇 然後甚至我看到還有人說要去漏售那個學生 那個就更糟糕 沒必要吧 那個只會讓柯文哲自己的傷口變大